邀請部長 請嚴部長 陳偉好 部長 防疫視同作戰 防疫重要 作戰重要 你判斷 在目前當下兩個都重要 都重要 對 我也認為都重要 那你認為這一次的這個訓練的行程 成果 先不管防疫啊 成果是好還是不好 當然有成果 來 我們下一頁 中國把防疫破口這件事情 拿來做他們的政治宣傳 叫台灣管好自己 再去國際幫助別人 你認為這句話對我們是鼓勵還是損害 我覺得我們當然會做好我們自己分類的事情 當然我不想要用他們的這個媒體來對我們自己人做批判 但是對於對我們有不當企圖的國家去做這樣子的宣傳 其實對我們都是打擊 所以呢今天要討論一下醫療專業 醫療在這個軍事體系 尤其是在防疫這一段期間 我們可能產生的哪一些失誤 造成的哪一些破口 導致了現在的結果 幾個問題喔 第一個4月3號告知嗅覺異常這件事情 4月9號才知道才獲悉 而且在最後聯檢小組下船的時候 還是沒有把這件事情放到健檢表裡面 另外呢 除了衣冠剛剛我們很多委員提到 五個發燒只上報一個之外 聯檢小組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決定是不是可以下船這件事情 為什麼這麼嚴重呢 因為包含之前保平信號 他是在最後一道關卡發現 有確診 有疑似的病例 才做全體的篩檢 再做了一個 我記得是六七個小時之後 才放所有人下船 然後我們的這個磐石鑑 並沒有這樣子的流程出現 變成是說OK沒有問題 大家可以放假了 那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流程裡面 會不會有一個問題是說 醫官的建議 或者是說所謂醫療體系的建議 在磐石出訪的這段時間 世界疫情劇烈變化的時候 我們船上並沒有跟到 這個防疫中心的變化 請問一下 防疫中心每一天 每一天更新的災情情況 是透過國防部用軍情的方式 交接給艦長或支隊長 還是由個別醫官 來跟醫療體系直接做對口 用軍網來傳遞 用軍網來傳遞 我們接受到CDC的這些情資以後 會用軍網來傳達 往下傳 那你怎麼知道 那換個方式講 艦長或支隊長 他們對醫官的 應該說CDC的指令 他們有傳達給醫官 去更新世界上的變化嗎 如果有傳過去 他們就會獲得 就會要更新 好 那下一個問題很簡單 請問我們 在船上的個別醫生 醫官 他們的專長是什麼 我們派了哪一些專長進去 軍醫局局長 委員好 我是軍醫局局長 我們有派一個資深的胸腔外科醫師 一個麻醉專科醫師 還有三個醫官 還有一個牙醫官 還有 請問胸腔外科當時上去的時候 是為了武漢肺炎 還是為了戰傷的開刀 這兩個考量 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外科資深 也需要對於肺部感染相關的 所以我們會選擇一個胸腔外科 所以在出航之前 就知道武漢肺炎其實很嚴重 他自己知道他扮演這個角色 他扮演武漢肺炎相關的角色 還是他其實是過去正常編制裡面的 開刀的醫官 他是正常編制的醫官 但是他剛好也是 我們那時候疫情剛開始 那我們也有想說 他抱上來的這個醫官 也是具有胸腔外科的 那剛好是這樣子 沒有 剛好是一回事嘛 他自己知不知道 我們有沒有去跟他講說 你要負責這一系列的事情 他當然知道 他是裡面最資深的一官 他有沒有在出航前 接受過武漢肺炎相關的課程或訓練 或增加相關的職能 報委員 我們會將 我們在醫院裡面 或者我們接到這個CDC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相關的資訊 我們都會在第一時間 以我們的這個布令 恆山新聞 我們的軍網 那在醫院部分 我們也會轉達給醫院做教育 這我們都會做 好 那我要請問一下 當醫官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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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艦上有發燒或疑似的個案的時候 他可能會增加哪些工作 比如說回報 比如說每天多量一次體溫 比如說要跟CDC怎麼樣的保持聯絡 他會增加哪些工作 報委員 他在船艦上面 他如果碰到他的病人 他會依照他專業的判斷 在那個時候 沒有啦 你們有SOP啦 具體會增加幾次 比如說量體溫的持續或者是 他如果說他有發燒的 那我們會持續量體溫 而且很緊密的量 我看他們這個 就我手邊的這個 海軍司令部艦艇防疫相關執行 作為報告 如有儀式和確診病例的時候 除了全艦消毒 每日個人量體溫四次 艦艇換氣三次 艦艇消毒措驗兩次 也就是說 如果有儀式或確診的話 整艘船會多做這些事情 是 是或不是 增加頻次 這些事情會不會造成 醫官不敢講的壓力 報告不會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確定 因為這些 譬如說換氣增加次數 或量體溫 也不是他一個人去量 這大家有專門 他會不會覺得增加同僚的工作 不會 不會 那為什麼支隊長沒有報 要再調查嗎 報委員 這是我們調查的核心重點 所以說請委員 我們調查 已經知道說這個方向 而且很多的委員都給我們指導 我們都會朝這個方向去辦理 好 我要 我希望 我們具體有沒有鼓勵這個 國軍弟兄健康自主通報 我們有沒有鼓勵 他說你如果不舒服 要跟我們講 報告委員 我們在平常的時候 就會要求我們的官兵 自主健康管理 跟我們通報 例如說我們目前 就前一陣子 我們官兵只要有發燒 他感冒 他到各個醫院去看 回來之後 我們非常謹慎的面對 會有自主管理14天的相關措施 我接到兩個陳情 但我不敢說這個一定是真的 他的意思是說 當他發生事情的時候 他寧願去找 比如 那個職勤的時候手受傷 他不敢去報 不敢去報這個受傷 他要去民間的醫院看 或者是他車子 軍車在路上發生車禍 他不敢在自己的高包廠修 會跑到外面民間修廠修 我不保證這個是真的或假的 但是他們去講這個故事 的背後用意就是在 怕因為我報的這些東西 產生很多這個其他的程序 所以對我來講 SOP是要確實可行 而不是嚴厲的 每一步都要做 不是說我消毒兩次 變成消毒更多次 量體溫四次變成量體溫四十次 那不是改變式 最重要的是SOP確實可行 而且讓大家要服氣說 如果你不報事情會更嚴重 在整個防疫的過程裡面 我感到最痛心的是 被對岸拿來做宣傳 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 而且現在變成是 國人非常擔心的 所以除了我們就責之外 除了防疫要繼續把它頑固之外 最重要的是 醫療體系到底在軍中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尤其是在世界防疫的情況 劇烈變化的情況 我們有沒有把衣官 以及防疫中心的專業 作為或許是類指揮中心 或許是報備的系統 它是一個不一樣的戰場 它其實也是一個戰場嘛 對不對 但是我的理解是 包含剛剛從 從早上報告到現在 我們某種程度都把它當成是一個 幕僚 或者是當成一個 某一個系統來做 做可能是參1234的第五個 但是那不是 那不是這一次能夠 應該說 因為這樣子 所以產生了這一次的事件 未來在SOP 在通報的部分 以及鼓勵國軍 要有勇氣 國軍基層弟兄 要用勇氣來去講說 我真的覺得不舒服 而且並不會被嘲笑 並不會被人家覺得說 這個 會造成其他的工作負擔 這樣子的一個 確實可行的SOP 才是基層弟兄 敢往上報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大家以後我們也會改善 並且提供出面報告嗎 關於發燒就診 另外 軍艦 他是否在這個防疫工作進度上 做出這個 針對疫情的新措施 比如說 在這個整個艦隊的整備航行 反航的期間 中央對疫情的各種新措施 艦隊如何跟進 他具體除了剛剛講軍情之外 我們在艦上 因為我離開了 我已經離港了 我在艦上 我在海上航行的時候 我要怎麼跟進 中央指揮中心給的意見指導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現在 其實剛才林昌作委員 也特別聽到說 船艙是那個R0值 是他的問題 其實他的在家密閉空間 危險性是很高 所以說 不管我們現在 不管是在消毒 清潔換氣 還有人員的可以使用的口罩術 還有我們的 那個自主管理 甚至我們的量測體溫 頻次 我們現在頻次是增加 而且獲得訊息 這一次大家疊交一定學到教育 他的期間是多久 是每天更新 每週更新 每三天 訊息 我們現在是在 只要是我們周邊環境 天天更新 只要有新的 天天更新 梅副司令請問一下 每天這個CDC開記者會的時間 是幾點到幾點 腰式動動 下午兩點 兩點到兩點半 然後我們幾點會傳達到艦上 每天更新應該有個時間吧 我們下午有防疫會議 然後我們自己國防部 每天都有防疫會議 下午防疫會議開完之後 就會把這個轉到 藉由我們的內部的戰情新聞轉達 你講的這個系統 是幾月幾號開始 這個我們很早就開始 軍醫局很早就開始了 我們看這次艦隊的這個防疫破口 很明顯的是 你即便開始了這個系統 也沒有用啊 它還是發生 所以我們有檢討出我們的 疏漏的缺失 好就責是當然的 我們就不再強調了 那如果他不是開記者會 如果CDC開記者會 要跑去找國防部開會 說有重大事項需要傳達的話 那這個時間是多久 他每天開記者會你看到 然後國防部開完會之後 隔天早上會跟他們講嘛 那如果我今天跑來 跟你講說非常重要 這個一定要處理的話 你要花多久的時間 傳達給艦隊 報員 您所謂就是 傳達到艦隊的每一個單位 就是你總會有一個 他現在來跟我講 這件事很緊急嘛 那我要很緊急的去 傳達給所有部隊的時候 我大概要花多少時間 報員 這個要估算說多少時間的話 其實我們的戰情要傳遞 你說他快可以很快 真的真的 我在想 因為他是有訊息 有集 有各種不同的分類的那個新聞 有的很快 你要馬上傳 有的是一般的 他確實有這樣 但疫情 重要的疫情 絕對是我們非常 都第一時間處理嘛 我們會依您的指導 好 我希望齁 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專責的編組 來專門處理CDC給予的意見 把他當成是第二戰場 甚至成立類指揮中心 把所有醫療專業的意見 在未來的每一次 不管演習或訓練裡面 都把他確實落實在軍隊基層裡面 讓弟兄敢報 讓長官敢擔任 而且讓這個CDC的意見 可以確實傳遞到 國軍的每一個階層裡面 這樣好不好 是 好麻煩大家拜託謝謝 謝謝小五 好 現在有委員提出臨時提案兩案